我国海军一艘鱼雷艇 在演习结束后 两名船员射杀了其他六名海军战士和舰长 禁止驶向韩国海域 我方在雷达上发现异常时 迅速派遣舰队前去追捕 由于当时中韩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中方此举引起韩国的强烈对抗 甚至叫来了当时的驻韩美军 中美韩三方旗距海上 气氛十分紧张 稍不留神一个擦枪走火 可能就会导致中韩海战 那么这两人为何要当叛徒 中韩之间究竟爆发了什么样的冲突 两名叛徒后来结局怎么样 这两个叛徒 一个名叫王忠荣 另一个名叫杜欣利 其中王忠荣出生工人家庭 父亲是一名矿工 而杜欣利则出生于农村 他中学毕业之后就参军 不仅为了自己的前途 更为了补贴家用 王忠荣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初 我国在邓公主政下 采取了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政策 使得我国国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 而且经济上大好 同时 我国欢迎一切华侨来内陆进行投资建设 这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回国经商 而台湾小岛上也经历了转型时期 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反攻的计划 不仅他们一直对自己人进行各种鼓动 还不忘对内地进行喊话 扬言只要有同胞投靠他们 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奖赏和高官厚禄 不仅如此 台湾当局还派出大批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 来内陆借助商业手段进行宣传和渗透 并且还打入我国党政内部 试图腐蚀我国军政界人士的心灵 弱化他们的崇高信仰 达到所谓的策法目标 当时 杜信力长期在我国北海舰队第一支队担任电讯兵 日常的职务是维护通讯系统 长期下来 自然能够接触到一些敌方的信息 而王中荣则是重规重矩的电航兵 平时主要管理和操作船只上的导航系统 杜信力私下就接触到一些台湾特务 他显示特别抗拒 并且言辞激烈地拒绝他们的诱惑 可以说他刚开始还能明辨是非 但是由于工作上的便利 他经常偷听台湾电台播送的内容 当他听到一些宣传之后 便开始憧憬对岸小岛的生活 并且因为他是军人 还能得到巨额财富和优厚职位 这让他开始动摇了自己的信念 正好王中荣与杜信力同在一艘船上工作 两人相处之下觉得特别投缘 私下经常在一块聊天 自幼家境就贫困的杜信力 在接触了大量敌台讯息之后 经不住电台所说那些功名利禄的诱惑 疑似他和王中荣聊起这件事情 二人臭味相投 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叛逃到台湾 过所谓的人上人生活 而1983年的五五杰基案发生后 更触发了两人加快叛徒的计划进度 他们得知 当时我国的六名军人成功在台湾当局保释下 离开了韩国 后来被接到台湾 每个人获得了议事的称号 并且人人领到台当局发给他们的7000两黄金 还给他们关职 杜欣利和王中荣两人一拍集合 他们开始了叛逃的准备工作 1985年初 两人决定找一个机会 准备在工作时劫持一所舰艇 枪杀船上的成员 驾驶着舰艇先逃往韩国 接着找机会登上一架飞机朝台湾逃去 当时 我国台海领域的管控非常严格 如果他们禁止逃往台湾 会很快被我国海军发现 并且免不了在海上被击毙的命运 他们只能以迂回的路线先逃到韩国 毕竟那时候韩国与我国还没有建交 他们天真的认为即使事情败露 韩国也不会刁难他们 更不会直接将他们遣送回国 两人合计着这次一定要逃离内陆 言语之间透露着对我国的不屑一顾 三月份的第二周 他们被通知 要在21日时参加北海舰队的海上演习活动 杜欣利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叛逃机会 于是他找到王中荣商量 两人决定在当天执行所谓的叛逃计划 他们之所有选择在训练当天叛逃 是因为从下午开始训练 到晚上才会结束 而且晚上逃走 也为了掩人耳目 使得即使北海舰队发现问题 在黑漆漆的夜晚当中 也无法精确找到他们的踪迹 3月21日这一天下午 海上演习开始了 总计有6艘舰艇 从青岛的军港出发 行驶到黄海的海面 晚上将近7点半时 演习结束 前面5艘快艇已经返航 而王杜二人的3213号鱼雷 是最后一艘返船的舰艇 当3213号上的船员们 正在想着返航相关事宜时 杜心力一个人悄悄地 溜出了驾驶舱 静止朝舰艇上放武器的船舱走去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两杆枪 并且又很快锁上了舱门 为了配合杜心力 王中荣也悄悄离开了驾驶室 两人躲在一个船舱中 做最后的约定 偏了命都要劫持这艘舰艇 于是一掌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 杜心力手持一杆冲锋枪来到了甲板上 朝着驾驶室进行疯狂的扫射 让包括舰长在内的6名船员 当场重担身亡 而副舰长和轮机长则负伤 侥幸逃出了驾驶室 船上响起了枪声 使得同船上的其他人 纷纷朝着驾驶室赶来 但王杜二人用枪威胁他们 说不想死就听他们的命令 有人尝试跑到藏武器的船舱中 准备拿出武器和他们火拼 谁知门打不开了 于是王杜掌控了整艘舰艇 将其余人尽数关入了底舱 两人开始控制舰艇航向 朝着韩国方向驶去 然而王杜两人的能力有限 即使劫持了整艘船只 却未能将船只行驶到韩国去 他们一下子在海上迷路 此时海上黑漆漆的 根本看不清方向 两人不断转换方向 舰艇一直在海上打转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 舰艇燃料消耗殆尽 他们索性放任舰艇 就这样随波逐流 期间他们轮流监视船员 第二天中午时 3213号鱼雷舰艇 漂流到了韩国的领海 被一艘韩国渔船发现 韩国渔民发现 这艘舰艇和过去看到的船只 完全不一样 他们认为会不会是 朝鲜派来的间谍船 于是他们赶快通过 无线电设备 向周边韩国海军报告情况 韩国海军得知消息之后 迅速派出了巡逻舰 来到渔民报告的位置 王渡两人还在打盹 忽然来了一群说着陌生语言 穿着异国衣服的军人 询问他们来自何方 两人也用中文仕图和他们交涉 并且要求他们与驻韩的 台湾外交机构进行联络 经过韩军的搜查 发现了驾驶室内有大量的血迹 他们认为这艘舰艇来路不明 且在底舱上还关着人质 于是领头的军长下令将全舰扣留 并要求王渡交出武器 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僵持之后 王渡两人踩上交了两杆枪 韩军军长吩咐医护队 将伤员们转移出来 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并且还派人监视着 王渡二人的一举一动 韩国警方迅速赶来 对王忠荣和杜新丽进行了审问 尽管语言不通 韩国警方还是想了各种法子 同他们交流 王渡二人也对他们表达了 想要投诚的意思 就在韩国警方着手调查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国北海舰队在21日晚上 就发现了3213与雷艇失踪了 当晚就开展了搜查 并立即朝着韩国海域驶来 由于中韩两国并没有外交关系 韩国海军见到我国北海舰队之后 他们还对我国北海舰队进行阻拦 但是眼看我国的舰队越来越多 他们只能赶快向驻韩美军方面求助 为此 美军还出动了空军朝我国舰队飞来 海上冲突越来越激烈 面对美韩的姿态 我国北海舰队全队决定 同美韩军队进行对峙 并且我国空军也袭来装备着炮弹 准备和美韩军队开战 然后美军却觉得他们寡不敌众 于是一声不吭地选择了撤离 就在美军撤走的时候 韩军依然不甘心 并且组织了更多的渔船企图阻挠我国行进 于是韩军先是朝我军喊话让我军离开 然而我军也距离反驳着 韩军还不断挑衅我军 如果我军再不撤退 势必要对我国动手 我军也不甘示弱 下令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甚至我军的高射炮已经对准了韩军船只 空军也做出打击韩国舰艇的准备 当我国最后一次警告韩军之后 韩军只好认怂 并且开始向我军呼吁和平解决问题 我军随即停止了战备状态 北海舰队的舰艇也尽数撤出了韩国的海域当中 后来 中韩两国代表来到韩国境内 坐在谈判桌前进行谈判 期间韩国一直对我国进行各种刁难 并且还搬出美国人坐后台 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 并不想就此了结此事 此事也引起了台湾当局的关注 他们随即派出代表赶到韩国 同韩方宣称要救走3213号鱼雷艇上的所有同胞 这自然也包括王中荣和杜欣利两人 我国非常强硬地表示 此事因两名叛逃军人所起 韩军是必要交出这两人 谈判陷入了僵局 我国高层得到消息说韩方不肯善罢甘休 并且要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国家关系的高度 索性派出北海舰队和战斗机朝韩国方面开来 打算威慑他们一下 韩国迫于我军的军事实力 再加上当年韩国即将承拔奥运会 作为东道主 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 同时也给我国的一个面子 最终答应遣返3213号舰艇上的所有人 随即中韩达成了共识 我国对韩方表示了歉意 同时韩方也对此表示了感谢 而且还主动帮我国修复了3213号鱼雷艇 并为船上遇难的战士们找来了棺木 将他们装入棺木当中 到了交接仪式那一天 王渡两名叛逃得知自己将被韩方交给我国 吓得他们对看管的韩国士兵们流泪磕头 求他们保护自己 别将他们交给我国处理 然而韩国士兵表情严肃 并未理睬他们 然而 台湾方面却一直在向韩国当局施压 并且还想以义士的名义为他们求情 并且想就此带走他们 韩方对此并没有为之所动 就这样 两名叛途在3月27日这一天晚上 被韩方转交给我国 同时还护送着其他的战士遗体和幸存船员们来到会合点 在经过一系列的确认之后 交接仪式完毕 韩方人员在向我国行军礼之后离开了 等待杜新利和王中荣两名叛途的是法律的审判 很快他们被送上了国家军事法庭受审 因为此事事关重大 还差点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冲突 同时也影响到两岸的相关问题 经过审判 王多二人以故意杀人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这两名叛徒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 最后被处死 可谓罪有应得 然而被他们所杀害的多名船员 也成为了牺牲品 令人可恨又可悲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中意的传统 古人一直敬重中意的人人志士 并且世代都传颂这些英雄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所在 然而王中荣和杜新利的所作所为 不仅给国家抹黑 甚至也让自己的家族蒙羞 被虚无缥缈的利益蛊惑 他们不惜出卖国家 叛逃敌方 然而最终天道轮回 杀人者偿命 这也是他们自己酿成的悲剧 并没有什么值得痛惜之处 警钟长鸣 让我们树立良好的人生观 为国家尽职尽责 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无论